今天我们来做一道干边豆角 首先我们把买来的豆角掐头去尾 再掰成几段 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在盆里 用清水充分的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要去除豆角表面的所有水分 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用厨房用的纸巾 我们叫它napkin 就是这种吸水性很强的纸巾 然后呢我们把它打开豆角放在里面 用纸巾反复的擦干这个豆角表面的水分 使得豆角表面非常的干燥 没有水分了 这时候我们再炒起来 就味道非常好吃 所以我们呢 要这样反复的擦洗 使得它的水分 全都蒸发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点火做锅 锅热之后呢 倒比平常炒菜稍微多一点的油 下一步非常关键 干面豆角 干面豆角 我要放这个大料 敲锅 油温之后呢 我们放一个大料花 再放几片 掰碎的大料 大料下入锅中之后呢 我们要准备好两三个小红干辣椒 当大料有一点出香味的时候 爆出香味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下入小红干辣椒 我有一个辣椒 这个把它掰开 为了让辣椒籽充分的和油混 合在一起出香味 好 这时候我下入 擦干水分的豆角 然后开始煸炒 干面豆角需要煸炒的时间非常长 最好您要煸炒15分钟左右 使得豆角完全干扁 出现褶皱 才可以食用 我在煸炒的时候 通常盖上锅盖呢 煸炒大概两三分钟左右 掀开锅盖 翻炒一下 再盖上锅盖 再这么转成中火 焖两三分钟 这样来回反复几次 这时候您会看到这个 豆角已经完全 发现金黄的颜色 变成金黄的颜色 并且出现了很多的褶皱 大部分的豆角已经是这样了 这时候差不多时间 再煸炒一会就好了 所以我们再下入蒜片 切好的蒜片 再煸炒 豆角煸炒的时间 越长越好吃 只是不让它糊锅就可以了 好 下边我们就准备进行最后一步 如果您不喜欢酱油的就可以倒放盐就可以 我是放了一些老抽 愿意放盐的就多放一点盐 煸炒几下 我是让老抽每个豆角都灼上颜色 就可以 成功出锅了 关火出锅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